母亲节即将到来 很多人都会想买一束花送给妈妈 今年康乃馨的产量充足 价格平稳 业者更特别引进了美国康乃馨 色彩多样 花形比普通的康乃馨还要大 一推出就大受欢迎 吸引了想常见的民众真相购买 精心挑选着每一朵康乃馨 象征母爱的康乃馨 是母亲节送礼的最佳选择 今年天气得宜天灾少 康乃馨产量充足 价格约落在一只15至20元左右 比起往年稍微降低 我之前的买去都会涨好 包括有时候社团 也会花送一些 康乃馨送给妈妈 今年都价钱算是比较低 往年都会涨到涨大概 一直都涨5块 今年都没有涨 都在15至20之半一周 众多康乃馨花束中 这一束格外亮眼的康乃馨 是今年母亲节花卉的新宠儿 也是业者从国外引进的新品种 美国康乃馨 色泽饱满 花苞硕大 更有多种颜色可选择 若是看腻了康乃馨的消费者 也可以选择结梗花或玫瑰 都很适合母亲节送礼 有的是国外进口的 像有一点比较特殊的花 而且像康乃馨大国的花 都是由哥伦比亚 美国有进口 要是那个教会会比较高 大概13下都是在50块左右 限量的 那就是数量有限 卖完就没有了 新姐发生都会用康乃馨 如果喜欢玫瑰花的 结果花的都蛮受欢迎的 不同的花卉各有含义 害羞不敢当面表达的人 不妨透过花朵传达自己的心意 祝福妈妈母亲节快乐 记者萧家慧台东市报导